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上的鲁班不仅仅在制作木制品上有高超的技术 他还涉猎很多其他的制作 比如工程器 钩墙等古代武器 鲁班天赋异禀 与木工的缘分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结下了 生逢乱世的他从小就看着父亲做木头活 在耳濡木染之下他也成为了一名木匠 虽然失诚于父亲 但他比父亲优秀 可谓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正因为鲁班的名字家喻户晓 以至于我们常常产生刻板印象 认为他只是在木匠方面禁书印金成锋 忽略他所著作的鲁班书 相信大部分人对这部书非常陌生 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孤陋寡闻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早早的就被列为了禁书 鲁班书是禁书也是奇书 是鲁班总结了多年就业经验所创作出来的 分为上中下三册 上册记载了鲁班登峰造极的木匠记忆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而中下册内容与上册出入 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也不为过 鲁班在下册序言中立下诅咒 繁读此书者必欺离自散 家破人亡 孤苦一生 让相信怪力乱神的人望而却步 下册其中多为邪恶咒语等污谷之书 甚至还记录与鬼怪交流的方法 让人极心其又有毛骨悚然之感 禁书的诅咒 鲁班书被称为禁书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鲁班的 在序言留下的诅咒 后世人大多封建迷信 对此书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 不敢轻易学习 以免落个凄苦下场 诅咒的内容是在孤独中老 无二无女 家破人亡 残缺不全离选其一 很多人紧紧翻开序列变化而却步 这种独士的恶独程度 让人不寒而栗 却又发人深情 鲁班为何立下如此独士呢 原来这个诅咒的出处 源于鲁班自己的不幸 当年鲁班刚刚与妻子喜结连礼 便受另为鲁国建造 攻打其他国家的云梯 身负重任的鲁班 只能丢下新婚的妻子 而且一去就是半年 新婚燕儿 怎能忍受相思之苦 鲁班与妻子相隔万里 加上古代交通不便 车马很慢 无法时常见面 但这种事情怎么能难倒鲁班呢 他叫尽脑汁 并用鬼斧神功的记忆 制造了可在人的沐渊 只需驱动咒语 便可日行千里 回家见妻子 日久天长 他的妻子对沐渊感到惊奇无比 耐不住好奇心 一日 趁鲁班睡着了 他的妻子念着偷偷记住的咒语 驱动了沐渊 沐渊如愿飞了起来 而且越飞越高 看着周围不断变化的风景 和触手可及的白云 他的妻子喜不自胜 可惜好景不长 由于太激动 加上颠簸怀孕四个月的 他直接流产了 流产的诬险滴在了沐渊上 沐渊失效了 从空中坠了下来 鲁班的妻子和孩子 也因此一尸两命 家破人亡 必毒事 闻讯赶来的鲁班 抱着妻子已经凉透的尸体 不禁悲从中来 精通咒术却害死了心爱之人 悲痛之下他立下毒誓 凡学习鲁班书的人 必有辜 刮 观 残 绝终做一个选择 鲁班书也因此被戏称为缺一门 学习鲁班书的人 无论选其中之一 都会经受追心刺骨之痛 但是鲁班书已不是劝退后人 成为禁书并不具有科学依据 诅咒之说信之则有 不信则无 而真正影响鲁班书成为禁书的原因 是他与正统思想相悖 正统思想 在我国古代 一直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为社会思想主流 儒家学说 其比祖为春秋时期 鲁国人孔秋 其学派以人为主旨 崇尚礼乐 仁义 主张以德制人 实行人证 重视伦理关系 这种思想便于统治阶级领导人民 所以一直深受统治者的侵爱 被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对古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 鲁班书的内容蕴含墨家思想 墨家思想代表人墨子主张兼爱 非公 上贤 强本节用等观点 希望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稳定 墨家更多的代表城市小手工者 小商人 自耕农以及下层官吏人员的利益 比较平民化 而儒家代表的是传统贵族 高级官僚以及文人的利益 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社会基础 代表的利益不同 这些本质上的区别影响着两者对立教 治理国家等有不同的见解 对于统治者来说 墨家的主张思想 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毫无用处 运用这个主张来武装国家对于侵略 扩张国土都有限制 如果依照这种主张的话 分裂的各个诸侯国永远无法统一 墨家提出官无常贵 名无忠贱 利监不利长 消除阶级划分 抨击君主等贵族的纸醉皆迷 声色犬马的奢侈浪费之举 尤其反对儒家的九丧后葬等 繁文入节 认为君主 贵族应一身作则像古代大宇一样 清廉简朴 节俭功行 立场不同 观念不同 显而易见代表统治者利益的儒家思想 占上风 与正统思想相悖的墨家思想 注定受到打压 具有墨家思想的鲁班书背禁的原因 不言而喻 深奥难懂 关于鲁班书书背禁的原因 世人说法不一 其中一个比较有科学依据的说法 是由于中下册内容过于深奥玄化 一般人读来只觉晦涩难懂 给后视读者理解提高了难度 再加上鲁班书的内容并不全面 上册于中下册出入太大 不禁让人产生怀疑 上下册作者是否为同一人 可能是有人借鲁班木匠鼻祖之名所作 书中关于建筑技艺的技术 对木匠行业却有较大影响 但其中章节只是简要概括 浅尝而止 细节留存不多 太难理解且容易打击 从事建筑制造行业人员的积极性 迷信影响不良 鲁班书背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书中中下册的咒语 解法 奇门遁甲等内容 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 如果流传下去 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在野史里就有人因为 按照鲁班书中的内容 练功导致丧失理智 走火入魔 影响太大 被当时的朝廷明令禁止互相传阅 朝廷甚至对私藏者予以重罚 但鲁班书中的一些述法 确实有一定的防卫保命作用 当时匠人社会地位排在末流 普遍受到工商业主拖欠工人工钱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工匠借鉴鲁班书中的内容 将全学与之结合 对拖欠工欠的工商业主使用诅咒 虽然短时间提高了工匠的地位 也加速了鲁班书背禁 小节 时至今日 鲁班书从春秋到明朝前期 历经两千多年的洗礼 积累了众多的经验 已经渐渐完善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木头工艺的典籍了 它还是一部传统建筑文化的经典 同时还反映了当时的历史 便于后人考证 其实不管鲁班书的诅咒是否是真的 这些都不会影响后世 对鲁班在建筑行业做出的贡献的肯定 鲁班的一些发明 直到今日还一直沿用 我们应该心平气和 以文化的视角去审视鲁班书带来的影响 不管如何 它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这些后人都应该给予尊重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